三年前成為全職爸爸的Patrick 有兩個分別六歲和四歲的兒子 當時因為做銀行的時間比較長 早上六點回到公司 回到家已經九點半 有時十點 變了沒什麼時間跟小朋友相處 長遠下去都不行 決定要媽媽或者我 其中一方就全職負責照顧他們 要比較的話 他就覺得我耐性多些 適合我們兩個都是兒子 由爸爸照顧就會合適些 其實剛做全職爸爸的時候 是很難去衡量的 因為拿不到平衡就會經常 特別是大兒子有衝突 以前我撿得他都很嚴重 我覺得我既然辭了一份工作 去做全職爸爸的時候要做好些 我就給他很多規矩去做 後來我扔我 然後他又發脾氣 要等大家冷靜下來 才可以再溝通 雖然我會罵他 但罵完他之後 我晚上會失眠睡不著 都會很後悔罵他 又怕破壞我們的關係 又怕影響到他的成長 我再回顧一下 到底我想和他建立一個什麼關係 或者是想令到他有一個什麼童年 都是想和他一個愉快快樂的童年 經歷了兩三年的時間 我亦都想和他一個亦私亦友的關係 我覺得我們的關係 像朋友 好像以前一樣一個苦巴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會一起玩 一起去和我陪一起去學習 有很多事情都是讓我們一起去經歷 剛好我們暑假的時候 我們去了台灣去騎單車 我和哥哥兩個 原於在去年 哥哥學會了騎單車 我就跟他說 不如我們練習一下 我們一起定立一個目標 我們就是等你升小學的時候 我們一起去台灣騎單車 實質騎大約20至30K左右不等 當中騎一下休息一下 有很多事情 其實我是叫他想 叫他做事 整個旅程他都沒有扭過抱 甚至乎回到香港之後 媽媽都感受到他那個成長很大 出發之前 始終我們有很多事情都會幫他照顧 他一個旅程回來之後 很多事情他都很主動去自己做 例如可能臨出門口之前 會自己預備衣服 放在背囊上 自己背囊說 跟媽媽說行行了 就是多了很多自己出主意 Patrick說 暫時未定何時會完成全職爸爸的任務 不過見到兩兄弟爭著抱Patrick的可愛情景 相信這個是Patrick繼續伸勤臭兒子的言動力 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